日前后卫分局接到 马平公司的报案 接触公司在三月份的时尽 凌争发生电器用品 在三比淘汰 净方经过调查后 马上了到显环 现状亦发现显环随机淘汰算头 净方也将这名环林以赞发办 上学看这名女生人 几个随随不知道在做什么 结果是在淘汰办公室里面的东西 日前后卫分局接到 马平公司的报案 这出三月时 公司连续发生电器用品 和财产求人偷取总控 净方就马上来调查 也在后卫定路上 来到这名环险 也将他议赞发办 我们府委分局 就是上个月有接获 某家肉品公司报案指称 他们办公室就是有招窃 办公室在用的电器产品 都随意带走 他们办公室也有一些 放置一些现金跟零钱 也一并都被带走 我们分局长就立即指示 我们跟派对所组成专案小组 来寻现追查 他说我们经过多日的追查 最后在昨天在大城级文科入口 发现他的行踪 立即上前将他逮捕 后卫分局也接触 净方在立到这面环境时 有发现他偷取楼边面上的蒜头 由马上带他去警察 叫上市的调查 逮捕时后还发现 他那个骑乘的夹踏车 还有拖着两袋蒜头 近期也是蒜头的采收季节 我们询问他这个蒜头 他也是随机在路边的农地 将人家偷窃的 那我们全案有报警 引领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 连续缺盗犯贤 将他移送地检署征办 后卫分局也会有农民 现在是蒜头的産企 一定要注意餐地的总控 偷变蒜头求人头 替他造成顺序 接着等下新材公报到 接着等下新材公报到